各式经典鞋款一字排开 这些全都是球鞋收藏家 Raymond的亚香宝 我们也是彻夜排队排了一整晚 然后当还 那时候还在现场跟 就是一些人起口角什么的 对 所以蛮有故事的 那蛮幸运的有留到这双鞋 拿起球鞋说故事 一双眼睛直发亮 爱鞋如吃的他 收藏资历已有六年 像是经典的乔丹一代 与偶福亥的联名款 开被当时只有 极少数的幸运儿抢到手 这也是他的爱学之一 当初定价是六千三 那我抽到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我其实 蛮不能接受他的那种 就是很前卫的一个造型 之前去一个球鞋的市集 现场就已经开到八到十一万 他的收藏里头 不少鞋款价格在市场上 造就翻倍再翻倍 好不容易买到的限量鞋 怎么保养 Raymond也是来行 像布的地方 我就尽量不会去沾到水 除非他有很大的张物 仔细刷洗鞋面 是每天回家的例行公式 彻底清洁 然后拿出纤维系的专用布 擦拭 风干 再用密封夹链带 雨干燥剂 小心翼翼收起来 对球鞋的呵护照顾 比对女友还细心 你是蜈工吗 怎么可以 一个人买这么多球鞋 你是穿得到吗 对 坦白说 对我来说会是个困扰 是个困扰 所以其实买球鞋被家人骂 我觉得很正常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 球鞋收场有眉尬 一旦踏上这条无功之路 自然得烧掉不少银弹 但只要眼光精准 选中增值款 投资报酬率 有时也很惊人 三连新闻注意你 刘亚文台幅报道